我爱你 肉场一圈和员工打招呼 每年运动会台积电大家长 张周牟都不缺席 高龄85岁还有好体力 原来秘密在这里 62年我都是保持这个原则 每一礼拜每个礼拜 在公司的时间不超过50小时 追求工作和日常生活平衡 张周牟分析一周168个小时 睡眠时间70小时 扣掉工作必须有20到30小时 留给家人 规律生活张周牟也分享 饮食不忌口但运动习惯很重要 每天都是在快走 在跑步机上快走 另外妻子张淑芬的细心照顾 也是关键因素 她要是我要知道 她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 她回家的时候我都会去抱抱她 请请她 而张爷爷泄露自己工时 在PTT上也引发热议 有人说他早该退休 现在是佛心在做 有些老板可能一周进公司不到一小时 也有人模拟灌老板新生 张老大你这样我们很难混 我是很不赞成这个花很多时间 在这个工作上面 但也有反对声浪 网友质疑 员工都说草岛爆肝 GG加班就快50小时 还有人喊话要劳动部 快来突袭检查 因为一般不可能八个小时内 就可以准时下班回去 养生有到65年如一日 也难怪张周牟能带领台积电市值 屡创新高 东森采集新闻朝和平 刘子腾综合报导 记者 登康 寻生有到 寻生有到 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